不要这么绝情嘛 我大舅的外甥的哥哥的姐姐 可是你们的董事长 哪里 我从来不讲人情事故 所以别提这个 你来就来 怎么还带着土特产来呢 多见外啊 快上去 总经理等着你 好的 谢谢队长提醒 正队长 翻脸比翻书还快 嘿 我来了 小铃铛来了 有件事要拜托你一下 您说吧 为了总经理 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不行 没这么严重 就是帮我去二楼找文件 拿到后 推荐你去分公司当经理 怎么样 心动不 放心 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 等一下 没想到 拿个文件就升职了 怎么二楼还上锁了呀 不过在我眼里 这样的障碍如同无我 因为阿大跳就能上去的 说这道门的 肯定是个大傻子 怎么打喷嚏了 难道感冒了吗 小男孩 知道文件在哪吗 我不知道 妈妈说 我只知道吃喝去玩 好吧 再见 不过要注意二楼 天辈 我怕不是为了个神经病 还是得钥匙 要不然进不了门 钥匙在哪嘞 要不然去问问经理吧 我就知道会回来找我的 钥匙在我卧室呢 没想到 那门竟然是您设置的 是啊 这门是不是很红尾熊的 是是是 真棒 完了 我说了假话 会不会下地狱呀 这总经理 还藏私房钱呀 谢谢总经理 我是不会把你私房钱的事情 告诉你老婆的 我藏得这么隐蔽 她是怎么知道的 小姐姐 你知道文件在哪吗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 不至于吧 不是点了一下 男朋友就过来揍我了 给情侣狗亏了 忍不起忍不起 一个单身狗才敢惹我们 这我就不能忍了呀 不张胆地嘲笑我们单身狗 打死你 打死你 原来你小子就是文件呀 还会找得这么酷 总经理 你的文件 真不错 给你推荐信 去分公司吧 好嘞 放心 你的私房钱我会保密的 这就好 晚上我请客去吃饭 庆祝你升职 嗯啊 我就先去分公司了 去吧去吧 好嗨哟 感觉人生都到了高潮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